針對這本高雄藝界物語 您有發行的目的 我可以出名一下嗎 這本發行的目的主要就是 希望結合我們在地高雄 和醫師的人文 故情 和文化 然後希望透過醫師 他們能夠分享他們自己的 在養生 保健 或是醫療新技術上面的 這些事件很多 因為我們在地高雄的 所以民眾有一些不同的 視野跟不同的看法 那其實我們這本雜誌 最大的特色是已經變成3D畫 所以3D畫就是通過文字 Pure code 會有影音 甚至會結合我們最新的 Podcast的所謂的 聲音檔 也就是我們家的廣播 變成製作型節目 讓這本彈舞更多元化的 讓不同的傳訊 他們可以看得到 大概是我們這一個發行的目的 當然我們這次也結合了 所以在地的很多高雄的一些 這些大毛巾的醫師 特別大力的贊助 像我們的發行人 像是蕭院長 他在我們高雄是非常具足輕重的 一位醫師 所以我們請他的發行人 來幫我們帶領這本雜誌 做更多的一些 雜誌上面的更多留化的一些 發揮的 原來的獎子 那你們可以請一下我們發行人 講幾句話 來 發行人講幾句話 那我們現在請 兩位總理 我們來跟這個 那我們跟這個 農業理事長 那我們為董事長 發行這個 我們高雄醫界部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把我們高雄二三十名最近的 就是醫界的各種人物、人文還有醫療 各方面的這個演變跟傑出的表現 通通縮羅在這個雜誌裡面 所以這個用心呢 讓我們非常欽佩 所以我們促成這個貴董的理想 把它全部呢 大家同心合力的講現出來 所以裡面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看戲非常高 好 謝謝 這樣子 要不要講 好 不要 不要這樣 可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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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